今天已经是我们到达辅仙湖的第五天 这里干净的水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环湖路上的风光更是令人流连忘返 但不得不面对的是 今天也将是我们从这里离开的时间 大家好,我是七哥 我们现在还是在城江的辅仙湖 然后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昨天我们过来看过的红沙滩 这里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我们昨天过来的时候转了半个圈 然后的话就发现这个红沙滩这里海鸥是最多的 很多人在这里拍照 沙滩是红色的 可能现在看的不太清楚 抓一把泥沙起来 大家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这个沙子是红色的 今天我们原本是想离开了 想从城江去玉溪市区 但是沿途风景太美了 虽然说昨天已经看过了一次 但是今天经过还是忍不住 走一步又停一步 我估计我们去到玉溪市区要天黑了 非常非常美 真的 此时此刻我忽然想到 是不是每一个江亚从府前湖离开的人 都会有这种难舍难离的心情 我们也不知道 下一次再来见到这块高原蓝宝石 会是什么时候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玉溪的市区 这里叫红塔区 我们现在要去这个红塔山公园 打卡一下玉溪这边的一个标志性建筑物 他们不是有一座红塔吗 对 很多粉丝也叫我们过来看一下 来的这边肯定要去看一下 上山了现在 闻到什么味道 花香还是烟草味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红塔山了 我们前两天一直看浮仙湖 今天又要进山 看看山里面的景色了 我虽然不抽烟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清楚的闻到 这个空气里弥漫的那个烟丝的味道 我们现在是已经把车开到这山上来的 然后直接走进去 就可以看到那个标志性的红塔 来给大家打卡一下拍一下 这一座就是红塔了 上下一共七层 塔身是红色 所以叫红塔 旁边的这些雕像 大家看一下 都是这些烟棉 世代种植烟叶的这些烟棉 在晒烟这个场景 玉溪被誉为云烟之乡 当地种植烟叶的历史十分悠久 也许是当地优良的气候 以及环境因素 造就了玉溪当地烟产的高品质 这个展览馆里可以看到许多玉溪 红塔公司的发展历史 我们再来看一下山顶出立的这座红塔 其实红塔原来是白塔 1958年不知什么原因 将已经建成100多年的白塔染红 这座塔始建于元代 上下一共有7层 总高35米 最高的三层塔 内部自有佛刊 网络上也曾经有人笑称 云南最有名的山并不是玉龙雪山 而是我们眼下看到的这座红塔山 细想之下也不无道理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打卡完这个红塔山了 那玉溪呢 我们就基本上就到这里 就算是游览结束了 因为釜仙湖我们也待了几天 要到市区这里逛了一下 最主要是河大路现在还不舒服 回身无力 这几天都是这样 大家看他的状态可能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接下来可能又得找一个地方住一下 然后给他带他去医院做一下检查 看一下他那些指标有没有什么变化 距离上一次去医院抽血检查 已三个月了 也差不多可以去了 最近又不舒服了 没事 我们去检查看一下 有问题就治 没问题的话就多吃饭 行吧 你不要想太多 不喜欢吃饭 不要想太多 就先这样吧 好 拜拜